健康特工队 出发 却永不放弃 当邪恶侵犯 我们勇敢进退 一组 向前 第二组 向前 第三组 报告 我们绝不后退 不怕艰难 永恒无畏 风雨之后仰望明媚 快乐成长 健康智慧 梦向天空一起高飞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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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风雨之后仰望明媚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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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向天空一起倒飞 梦向天空一起倒飞 啦啦啦 啦啦啦 国司发动叛乱 病毒军队进攻曼克指挥中心 危急时刻 飞飞率领援军及时赶到 粉碎了博斯的阴谋 正当大家同博斯对峙的时候 一病毒 悄悄地举起了暗杀曼克的弓箭 狡猾的博斯舍身护主 再次取得了曼克的信任 第八十四集 重重危机 第八十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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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God Flight 猫猫嘳 哎呃 怎么回事 蓝猫他们去哪了 怎么联系不上了呢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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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agt 啦啦我成功了 来 快 娜娜 你看 纳米微缩器研制成功了 纳米微缩器 对 我终于研制成功了 它可以任意的缩放物体 蓝猫它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装置恢复大小 我真是太有才了 简直就是天才嘛 太好了 蓝猫它们出来以后就不用担心变不回来了 对 这么高兴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才行啊 可是 博士 蓝猫它们现在还联系不上啊 妈妈 我不想去上学 乖 听妈妈的话 去上学吧 哦 bana 啊 啊 按摩咔 嗯 妈妈 妈妈 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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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来了 双双 这是什么鞭炮啊 怎么还没点就炸了 博士 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吧 蓝猫他们还在团团体内呢 急什么 只要联系上蓝猫他们 他们就可以出来了 还是等我先庆祝一下吧 这回我画个大的 是团团 团团 你怎么了 我的肚子好疼啊 好像是 博士 急性腹痛 快 先把他抬进去吧 来 团团昨晚肯定又偷吃了 讲了多少次 吃多了会肠胃不适的 可是他 等一等等 等一等 拉拉 看起来不像是肠胃不适啊 倒像是寄生虫在做怪啊 陛下 这伙寄生虫来历不明 到处肆掠 对人体王国的治安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微臣认为必须尽快处理他们 这确实是个麻烦 你赶紧去消灭他们 你有把握吗 这种敌人以前在人体国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陈在没有掌握具体的情报之前 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算没有把握 你也要去做 你看看 现在我们的子民正遭受攻击 身为王国的统治者 我怎么能视之不理呢 现在我命令你尽快解决这些寄生虫 还人体王国一个太平 遵命 国王陛下 竟敢在我的王国里撒野 我发誓会把你们全部消灭 老板 情况就是这样的 寄生虫似乎是些有趣的东西 老板 现在寄生虫到处搞破坏 对我们可是个好机会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师傅 师傅 阿琳啊 师傅 小哥又欺负人家了 阿琳又干什么了 师傅帮你教训他 小哥把师傅给我的点心都吃光了 他吃个大坏蛋 不就是点心吗 来 师傅 再给你一些 谢谢师傅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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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狡猾了吧 你 你 你别跑 真错 老板 你对他们两个也太好了 我跟了您这么久 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你懂什么 他们俩可是下次行动的王牌了 不指望他们 难道还指望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呀 老板 我可是一直对您忠心恳恳的呀 是吗 那你还不赶快去安排一下病毒大军 随时准备行动 是老板 拉拉呼叫蓝猫小队听到请回话 拉拉呼叫蓝猫小队听到请回话 拉拉 怎么样了 怎么 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蓝猫他们吗 始终还是接收不到蓝猫他们传来的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通讯器坏了 团团现在好像感觉很不好 好冬啊 好冬啊 不是团团体内的寄生虫会不会给团团带来危险呢 会严重地影响身体及智力的发育 甚至可能因并发症而导致死亡 啊 这么严重啊 那我们得赶快想办法 我已经给团团用了药 但这次团团体内的寄生虫好像有点特殊啊 药物必须直接作用在虫体上才会有效 如果有蓝猫他们帮忙就容易解决了 可是蓝猫他们联系不上啊 继续给他们发信号 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好痛啊 好痛啊 团团的怎么了 他的病情再加重了 得赶快联系蓝猫他们 蓝猫叫蓝猫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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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猫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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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小知识敬答节目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蓝猫 今天上场的选手是 飞飞 嗨 敲气 嗨 下面请选手准备呛答 请听题 回仇一般寄生在人体的哪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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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飞飞回答题目 蛔虫一般寄生在屁股上 哦 观众朋友们 飞飞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邀请袁博士 蛔虫是人体肠道内最大的寄生献虫 肠体略带粉红色或微黄色 人体寄生虫病是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常见病 能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等症状 严重的影响身体及智力的发育 飞飞的回答是错误的 蛔虫一般寄生在人体肠道内 哼 来吧飞飞 愿赌服说讲个笑话 有一天老师对小强说 消除你多余脂肪的唯一方法便是运动 尽量的运动 小强回答 不会吧 我妈妈每天都说个不停 可是她的下巴却还是有两层肉 OK 小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咱们的口号是什么 健康生活 健康生活 从我做起 健康生活 从我做起 烦恶 很大 我 Messiah 我妈妈 JE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